天王刘德华一连20场在香港宏馆举办的 My Love Andy Lau刘德华世界巡回演唱会 将在本月15日正式的开罗 华仔现在已经全面进入备战的状态 除了保持最好的身形体态 保持身体强健之外 在保护声音方面更加不敢马虎 华仔曾经公开表示 自己从来不喝冰水 就算天气多热都好 也只是喝常温水或者暖水 但华仔不喝太热的水 也有自己的准确规则 这次的演唱会 华仔每场要唱大约30首歌曲 期间还会和歌迷粉丝深情对话 所以现阶段的筹备期间 华仔会准备开声茶保护嗓子 华仔表示自己的开声茶和坊间的一样 没什么特别的秘方 但平时会小点声说话 即使再生气也不会大声说话 怕伤了嗓子 另一方面为了可以让多点使用 轮椅的朋友们来欣赏华仔的演唱会 主办单位在和红管商议之后 宣布将现在人甚约的 轮椅平台座位在下周一发售 所以还没买票 但又想进场支持华仔的粉丝们 一定要多多留意售票详情了哟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